2018年10月18日至20日 由奢侈品公司与酒庄联合举办的鸡尾酒会在罗马举办 本次活动有60多家精品店参与 而茅台酒作为本次活动的指定用酒供应方 也特别出席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还邀请到了中医各界精英人士 时尚界人士的出席 酒会现场 各位来宾品尝到了独特的带有中国风味的鸡尾酒 调酒师将传统鸡尾酒中的鸡酒更换成茅台酒 再加上檸檬汁糖浆 这种特殊调制的饮品 酒香富裕 得到了宾客们的纷纷赞誉 茅台酒自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成名以来 一直闻名于国内外 并且与苏格兰威士忌与法国白兰地齐名 称为世界三大蒸留名酒 茅台酒有不同于其他酒的整个生产工艺 且生产周期长 白酒是经过漫长岁月酝酿的穷江 近些年来 茅台酒不断尝试与西方文化融合 此次鸡尾酒会 用一种更符合西方人饮酒习惯的方式来推广白酒 让世界更了解中国白酒文化 茅台酒不断尤试与西方文化 茅台酒不断尤试与西方文化